107年全县教师节表扬大会上 共表扬学校及社会团体 与补习班的教师共462位 优秀或资深优良教师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 南投县教育虽然匮乏 但教师们仍然努力奉献教育 默默耕耘 教育出许多优秀的子弟 南投县的老师非常用心 在每一个学生身上 让每一个学生 虽然在一个资源匮乏的一个县市当中 也可以看到孩子的这种付出 是多么多 多么努力 多么用心 让他们感受到 虽然在这个南投县这个地方 我们相信也会出来 很多很多杰出的这些人士 我们看到在这个方面 南投县的老师是默默地在做 默默地耕耘 获得今年师夺奖的南投国小校长 今年也刚好服务满40年 他说看着孩子一年一年成长 就是最大的喜悦 今年刚好服务满40年 然后又得到特殊优良校长 那这些荣誉我想 从我踏入教育界的第一天 我们就觉得说教育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我们看着孩子的长大 然后心中有无限的喜悦 现议员赖燕雪 感谢教师们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才能让南投县的教育逐年提升 这都是教育同仁们的努力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表扬大会 燕雪今天带着感恩的心 来参与这场盛会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教育伙伴 在教育漫长的路上 有大家的付出跟无私的一个奉献 成就我们每一位学子 所以今天也燕雪祝福 今天的所有的教师们加解愉快 我们知道多元的社会 不管是国家城市的进步 都是着重在人才的一个拔着 教育力的一个提升 南投县政府这几年的一个教育力 不断的一个攀升 谢谢我们教育同仁的一个付出 让我们的教育品质 能够逐年的一个提升 也让我们的学生 受到最好的一个教育 对教师们全年的默默努力与付出 现议员曾正言表达肯定 也祝福教师们教师节快乐 107年全县教师节表扬大会上 县议员张维华、奈燕雪及曾正言 都到场表达对教师们最深的敬意 以及感谢 也祝福全天下的教师们教师节快乐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